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后来我的一次冲动跟他提出了分手 现在我特别后悔 他说在一起就在一起 他说分手就分手啊 这段时间我真是有操不完的心 他还不念我的好 不是他说的那样 有时候我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可能有些情绪就带到他身上了 我觉得他应该多给我一些理解 我理解他 谁理解我 我谈个恋爱又当男的又当女的 他还跟我分手 分了我还一身轻松了 我现在确实知道自己错了 但我希望他能多念及我的好 还是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鸭 23岁来自河北商业主持人 有嘉宾小鸭 23岁来自辽宁淘宝店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应该是大学同学吧 对 是一个班的还是一个系的 还是一个学奥的 因为我们的专业要分方向 然后分了方向之后是同一个班的 同一个班的 什么班 波音 哦 对 所以你现在是主持人 对 我做淘宝店主持人 这个都毕业了 对 都毕业了 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哦 谈了一年多 就大三才谈 大三下学期吧 啊 现在是分手状态 是吧 对 你来求和的 你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啊 就是因为我是商业主持人嘛 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 然后活动方呢 说我主持有点问题 然后之后呢 就说以后不用我了 然后回去就是心情有一些低落吧 然后跟他抱怨了好几天 当时我也是一时冲动 然后他说了一句就说 没事 以后姐养你 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男人 就是自尊心有点 就是碎了一地的感觉 然后一冲动跟他提出了分手 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 还是挺后悔的 那你说分手就分手 然后你说和好就和好 你咋不上天呢 不是 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一时冲动 然后我没有想太多 后来想想我们的感情 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后悔 姑娘这是赌气啊 还是真的想明白了 主要是我当时吧 就是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呢 说没事姐养着你 当时他已经就是 推了好几天了你知道吧 我想安慰他 而且就是说 你听见在我耳边面倒说 哎呀压力太大了 怎么怎么样的 我就说那你去找一个 朝九晚五的工作呗 然后安安稳稳的 然后他那个他觉得不好 然后我说那没事 那我养你呗 我就觉得我也是安慰他嘛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一言不合就分手了 真分了 你当时想过分吗 我当时想的是 那我一天天呢 我也挺累的 你要是跟我分了的话 我也挺轻松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小片里 你说了在这恋爱里 你又来男的又来女的是吧 对 我为什么说我既当男的又当女的呢 就是女朋友该做的事我也做了 男朋友他的事我也能替他干了 就比如说我们家那个 我跟室友合租的一个房子嘛 然后家里那个洗衣机坏了 我也想着说那我从网上再订一个吧 人家又来了 但没办法 我咋抬上去啊 我就说那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给我抬一下吧 然后这家伙来了 看着我 我说这个洗衣机有点尺寸有点大 塞不进去 我说得可能把那个橱棍那块拆了才能弄进去 然后他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 往上也不动 给我来一句 你说你当时为啥不买好尺寸你在弄呢 你说你现在多费力气啊 怎么怎么的地 给我在我耳边叙叙叙叙叙收了一堆 但是我当时真的不是 我在那为什么不动呢 我之后也是想好了要去帮他 但是呢 我要先把道理给他讲清楚 如果你之前把尺寸量好了 你买一个尺寸差不多的 就不会有之后的这些麻烦 别老讲道了 你动手干活不是就完了吗 结果是什么 最后我把那个箱子给拆开了 我把洗衣撒进去了 就是我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然后他在那边就说 那你去一边站着 我自己来 然后那我就去一边 所以说讲道理是多么耽误事的一件事啊 讲什么道理干就行了吗 我就是怕他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希望提醒他一下 让他记住 你应该是边干边提醒啊 你应该是拆完以后洗衣机 放好接通水的说 小朋友看见没有 以后啊不能再干这样 你不是完了吗 他总说呀双眼啊累啊 这一天怎么怎么地的 然后我觉得他一提双眼这样子 我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我就觉得我就要冒火了 为什么 他吧就是认识了那些活动执行 然后他们就天天出去喝酒 然后你说能喝我也忍了 不能喝 天天跟人家出去喝 喝的五米三道的 完了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完了之后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哎呀你说你来接一下他吧 找不到家在哪了 我也想还是我也不能让他睡大街啊 我就说那行吧 我说那个到小区门口 然后我下楼接他 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属于那种门禁嘛 就是到晚上人家 就是不允许陌生人就出行 他好 他跑侧门去了 然后翻墙 翻侧门一栅栏 我一下楼我就开始找啊 我说没有人啊 人哪去了 后来哎走了一圈 看着那个侧门栅栏上 他可能上把挂上呢 就是大家也看到 我觉得自己也是高马大的 因为他那个扎脸比较矮 所以呢我觉得我肯定翻过去没有问题 对那你怎么挂上头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挂上 那可能就是喝了点酒的原因吧 有点迷迷糊糊的 然后就就马是前提了 就挂在上面 然后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就说找保安找旁边人 怪丢人现眼的 是你没找保安 我也弄不了他呀 我找人保安 我说麻烦你借我个凳子 我说台上就把它整下来吧 保安也过去帮我 给整下来了 来来往往路过的人 反正也都看见了 就是反正你也出名了 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后果 就是可能喝了点酒 然后有点迷迷糊糊的 对你喝酒呢 出现这种事还不是一次两次 好几回了 然后那天也是 晚上回家了 然后跟那个小区里头 回来是早了 然后跟小区进去小区了 然后跟他喊 他不是学播音呢吗 用播音枪你知道吗 在底下喊 说几栋几零几的 谁谁谁请下楼 我找不到家了 请你来接我一下 你说 不是你说 你说哎 这邻居也能听到 所有人都听到了 你说你不住那小区 我跟他住 你说我也活了 我就是怕他听不见嘛 那小区就也那么远 住十多楼 那我学播音的 平常也练声 然后我就声音大点 然后也没想到会用到播音枪 可能一张子就那样了 然后就喊他 我就希望他能 播音枪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什么 我下楼了 找不着人了 人搁哪呢 搁绿花袋里头 躺着呢 不是又挂上去了 身上盖两辆自行车 我也不知道是自行车 因为当时 就是喝了点酒 迷迷糊糊 然后我也冷 大冬天的在南方 你还是知道冷 然后我就拿手 就是随便划了点什么 往身上盖一盖吧 也没成想是自行车 然后就盖上 不是 你干嘛要喝这么多酒啊 小伙子 就别喝了吧 就是我们做商业主持人 在外面 一定要跟那个活动执行 还有策划 打好关系 然后可能在上面就是 人家让你喝 我也不好推脱 我这性子也是 有点值吧 就是我也没有 没有推脱 就直接喝 然后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麻烦 就这一天天 我感觉跟他 我觉得我有那些操不完的心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 自己在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 我的天 他是不是又要给我惹什么祸呀 然后我就担心他呀 我觉得就是 我比他妈妈操的心还要多 累了是吧 对 对 这样的女朋友 谁也不愿意分手啊 其实我有时候 我还真是很感谢他的 你还不感谢人家 你还 我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他 可是 有时候 就是也是忍不住 去跟他讲讲道理 然后有一次 他商业忙 就他爸他妈要来这边看他 然后他说他可能脱不开身 我说那行 我去帮你接他吧 然后接到他爸他妈了之后 给安排好的住的地方 然后吃的也都安排好了 什么都弄好了 他爸他妈也挺满意的 然后给人送走了之后 我就问他 我就挺开心的嘛 我就问他 我说你看 我说我这事做得挺好吧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来一句 嗯 对 你不要骄傲 骄傲使人落后 我这个人吧 可能表达方面 也不是那么直接跟他说出来 但我心里真的知道 我很感谢他 就是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周全 然后我这真的觉得是 交兵必败嘛 就是以后事情还多 第一面 对 所以你败了嘛 叫兵啊 但是我也就没忍住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 你们俩分手多久了 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多月啊 这一个多月期间他来找过你吗 找过啊 听见在微信上 听见续道啊 不不妈妈的 然后就说 哎呀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就是很后悔 然后我微信跟他说 然后他把我微信拉黑了 然后微博嘛 也有好友 然后微博我跟他说 他又把微博给我拉黑了 你去他们小区再播音枪啊 然后 激动激动的 我爱你 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也生过气 我也不敢再这样了 不敢了 不敢了 你现在上演又找回活动了吗 有倒是有 压力还大吗 就是压力还是有 但是找不到人诉说了 你就是找他诉说压力的是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他跟我说这些 我也可以理解吧 但是你不能天天在我耳边摸到这些事吧 你给我带来这些负能量 你说我去上哪儿说去啊 对吧 我感觉我找了个男朋友 就是不像男朋友啊 你当初为什么喜欢他呀 我觉得当时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嘛 然后他追我追了一个多月 然后挺用心的嘛 然后就现在想起来我有点有点早了 男人心里还是有他吧 对 你就是要不然也不会来 唉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呢 我 其实我可能就是 心里有一个道理了 心里有个大男人 他表现出来是一个小孩的样子 小男孩的样子 你还心里有个大男人 上次他不跟他室友合租的房子吗 那个家庭不是压一负三嘛 然后他住了两个多月 然后他说他那个屋子不是很干净 然后有蟑螂 我说那不行了 那就不能再住了呀 我说他说哎呀是呀是呀 但是因为有室友嘛 他也不好说这个东西 我说那行吧 我说我去给你解决吧 然后我就给人家室友 还有房东啥的买了两条烟 我给人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你说我帮他解决了烦恼 你说他有什么可以说我的地方 有 结果 对 结果人家跟我说啥 说啊 你说你是不是傻 那商人那两条烟多钱 那押金才多钱 怎么怎么地的 你怎么不懂事呢 怎么怎么地就开始说这些东西 我当时我觉得我 张不住了 这是我当时想的是 这个押金肯定是推不出来的 因为已经签了合同 然后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 怎么说也没有用 然后就是 我想呢就给他就给他了 然后他自己就去办这件事了 然后 你也是没什么钱 有个蟑螂就有个蟑螂凑合住呗 但是真的 他嘚瑟 真的忍不下去 我觉得他每天都跟我讲道理 就是大道理小道理 可能 这我也知道啊 我也会讲 但是我不至于说像他这种 天天在我耳边说这些东西 听明白了 我要是你妈 我就坚决不再出来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先说男生吧 我估计像男生这种类型 丝丝闻闻的 笑咪咪的 声音也蛮好听 这个一般女孩子不会说真是好讨厌 觉得性格还挺好的 有些小毛病我们宽容一下吧 他自己也会这么想 这我就是有些小问题嘛 但是 这真的是你的问题 就是你不要用 我态度好 我脾气好 就来掩饰你犯的错误 你不能因为他对你好 能够照顾你 你就拒绝成长 你就依赖他 让自己永远做那个可爱的小男生 你说你喝多一次就挂在那也就算了 还有第二次躺在那个草丛里 让自行车盖着 多可笑啊 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又不是一个小男孩吧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独立生活一段 自己去应付家里的蟑螂 自己去应付老板拖欠你的工资 也许你就会知道 原来生活需要扛起的不仅仅是 对一个女孩的浪漫 还有责任和自己人生未来的规划 而我觉得 女孩我觉得你也是 其实你一开始喜欢他 不就是他那个小男生那一套吗 浪漫啊 不会大声吼你啊 你觉得他可爱 单纯 而这些可爱单纯的背后 就意味着没有你那么强大 没有你那么能干 你不能老是矛盾着 你一方面爱着他的单纯 一方面嫌他有能力那么差 那对你自己不公平 对他也不公平 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对你们是好的 相信你们还是有感情在的 好吧 谢谢 现在有感情在 但是未来不一定 为什么 回想一个细节 当时男方为什么会发怒分手 源于你说的那一句话 大不了我以后养着你 好像其实你觉得 是句玩笑 甚至于是一只安慰 就是你不要有后顾之忧 对吧 不要这么烦恼 反正有我呢 但是你话不经意说出了 内心的对他那种感觉 他是没有用的 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只会说 不会做 你其实心里是 有一些看不起他的 这种看不起 其实无意当中流露出来了 你不是刻意要刺激他 因为你现在是爱他 但你要闷心自问 这种爱能维系多久 他如果就是这么下去了 可能能力上就是不行 甚至于遇到事的时候 他会躲在你后面 让你去帮他出头 他会避免矛盾 事后呢 要找回自己的尊严 还有说这说那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再往后 有可能他就主内了 你来主持这个家里 外面的大事 你还能不能继续这么爱他 可能他永远不会比你成熟 你永远不会在事业上面 去依靠他 你愿意吗 我不用回答 自己想想清楚再做决定 而男生呢 我不管你今后 是不是和他 或者其他的女孩 在一起谈恋爱 但是有一点 对方恋爱的对象 一定是一个男人 一定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人 可能你成熟的晚 可能你就习惯于某一种照顾 或者说不愿意去 承担一些责任的话 最后吃亏的是你 你一定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你一定要 不光会说 还要回去做 只凭那些所谓的花言巧语 百大道理 去充门面的话 换不来对方对你的尊重 拿出你的行动 做一个男人 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 好男人不分大小 无论是性情秉烈的大男人 可以为了你 很血腥地牺牲自我 还是那种白白嫩嫩的小男人 他或许可以细腻地照顾你 他都可能是好男人 这一点没有标准 但讨厌就讨厌在 有些男人 在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他变成了小男人 当事情过去之后 他又开始摆大男人的架子 而他就是这样 又想要大男人的面子 又想享受小男人的 好吃懒做和不承担责任 因为事实上你看到 在整个你与他的相处过程当中 责任都是你在担 但是你做了好人还不讨好 反过头来还要被他说 这种又要面子又不愿意承担的男人 靠不住 你说你找个男朋友 你图他什么呢 你作为一个女人 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呵护 要他扛的时候 他扛不了 要他安慰的时候 他安慰不了 哪怕是你扛了责任之后 让他说两句软话 他也说不了 你说你要这个男人干嘛 没有意义嘛 你谈这个恋爱会谈得很累 大女人回家之后 小男人会给你捶捶肩 说两句好话 小女人回家之后 很多事情大男人可以帮你扛 你说你找他干嘛 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了 如果你就觉得我就喜欢他帅 我愿意做老妈子 你可以做 但如果你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 这个男人 在某些方面就是扛不住 那你就应该离开 青春一短 过着过着就牢了 你就这样吧 男生啊 我自己是觉得 人是需要一些血气的 就这个东西 你回答一个正正经的问题 在你心里都不用回答给我们 你要默默的去回答 就是我不管我是大男人 还是小男人 我首先 我是不是一个人 就我能承担很多的事情 能 你就想一会怎么表白 如果不能 你也不要去说那么多花言巧语 这事就这样 因为今天不就是为了挽回吗 对吧 挽回不代表说 我一定要怎样 我只是挽回 诚意就够 因为决定权其实是在女生身上的 女生 如果她真是图类所说的那样的人 因为你了解她 一年多了 离开是应该的 如果只是说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集中的说了一些我委屈的事儿 还有一部分她所谓成熟的或者吸引你的那部分没有表述出来 那你可以再做其他的考虑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刚刚听了几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就是今天我在现场表现的不好的一面 然后我也很愿意为你去改变 然后去努力地加速地去成长 我们在一起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 对于两个人来说 已经是很熟悉了 我也不想再分开 也希望你能够再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一起走过这美好的青春吧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内容比较多 我觉得我想再考虑考虑 我觉得这样对双方还是比较负责任 刚才你那个表白真的挺让我失望 你爱她吗 我爱她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做得很不好 然后让她也伤了心 很失望 即使她没有出来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哪怕现在分手了 我再重新把她追回来 去吧 谢谢你 请回 还是祝年轻人能够一路走好 找到属于他们各自的幸福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位式爱情保险计 来自万事达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 向途老师提问 我的老公是单亲家庭 从小和妈妈长大 我能理解婆婆的不容易 结婚之后 我们也和婆婆一起住 我老公什么事情都听她妈妈的 婆婆也大包大揽 我们一吵架 婆婆就敲房门 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我想和老公说 不要婆婆插手我们的问题了 他却说我不懂事 我该怎么办呢 赶快使出浑身解数 帮自己找个公公 好 谢谢 谢谢兔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工理仙品牌 伊贝诗 药宝是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